哈囉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分享 這個月初的遊戲推薦啊 我說了好多款遊戲我會買 那現在就是來給各位一個交代的時候了 其實有在看我直播的觀眾啊都知道 這個作業啊我本來是不想交的啦 但是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看我的直播嘛 那我當初也給出了這麼高的購買慾望分數 不給個交代好像也說不過去 今天就要來看一下這款被猴子細耍的遊戲 島嶼生存者 島嶼生存者這款遊戲啊是一款生存冒險遊戲 總之就是漂流到一個島上要想辦法活下去 玩起來的感覺有點類似minecraft 或是勇者鬥惡龍創世小玩家 不過實際上我是覺得他們差很多啦 共通性大概就只有生存的部分了 生存遊戲的要點就是 食物、物資、建造、冒險 不同的遊戲在設計上啊重點會放在不同的地方 例如minecraft單看生存的話 他在機關設計的自由度上至今難以超越 而勇者鬥惡龍創世小玩家 他的樂趣在於可以互動的多樣道具 以及電腦AI的活躍 反觀島嶼生存者 他整體的道具量啊並不算多 能夠製作的東西其實有限 除此之外啊他基本上也沒有可以互動的居民 他的重點就如同預告中看到的那樣 是數量龐大的猴子 遊戲中收集素材、製作東西、戰鬥等等 都很繁瑣也困難 但透過猴子的增加就可以幫你完成這些事情 從原本的辛苦變成後面的輕鬆 然而這款遊戲啊當你實際遊玩之後 他的操作繁瑣很容易勸退玩家 這點我想已經有不少人說過了 但真的只是操作的問題嗎? 遊戲的最初期啊你身邊是什麼都沒有的 必須要靠著自己想辦法生存下去 而這就是這款遊戲的第一精髓 跟創世神一樣 有些道具不需要工作台就可以直接合成 有些則需要工作台或是熔爐才可以製作 但是這款遊戲加入了第一個繁瑣的要素 時間 不論是創世神或是創世小玩家 甚至是我玩過的一些農道具的遊戲 在製作東西的時候啊並不會考慮時間要素 就算有製作動畫 那也不會常到令人感到煩躁 但是在島嶼生存者當中 在製作不同道具的時候 就會需要不同的等待時間 製作東西花時間 熔爐燒東西也要時間 煮飯也要時間 基本上只要讓材料發生形態上的變換 都需要花費時間 並且時間還會不一樣 製作道具需要時間這點其實很真實 甚至不同道具不同時間這點 也可以說真實到不行 當我們在玩的時候啊 如果製作一些需要花長時間等待的道具 系統就會提醒你 其實這個工作啊你可以找猴子來做 讓你不用站在那邊等 欸但問題是喔 如果你就是馬上要用到製作出來的東西 就算讓猴子做速度也不會比較快啊 你還是只能站在旁邊慢慢的等 在遊戲前期沒有進入流水線作業的狀態之下 很常會遇到等待的空窗期啦 時間要素很真實之外啊 另外我們來說另外一個很真實的要素 我玩過很多生存遊戲 當我們遇到要製作東西的時候 如果已經有了工作台 理所當然會覺得所有需要的道具 都在工作台裡面 但這款遊戲並不是如此 台子就只是台子 但製作東西啊總是需要工具吧 如果遊戲真的做出了所有的工具 玩家大概會崩潰啦 但這款遊戲啊確實把這個要素加了進來 雖然它只變出了一種萬用工具 依然讓我感到崩潰 在創世神當中啊 我們只需要把素材照著合成方式放進去 就可以直接把東西拿出來 這款遊戲在把需要的素材放進去之後 你還必須要拿出你的萬用工具 然後才能按製作 其實也是很合理啦 畢竟不論是製作、煮飯、煉鐵 確實都需要工具 但加入工具啊就等於多了一個步驟 在遊戲的節奏上啊就會有所改變 整體的製作流程就會變成 選擇好你要製作的配方 放入需要的素材 拿起萬用工具、製作並等待 到這邊為止啊我都覺得問題不大 但是不論是基本的素材還是複雜的工具 一次都只能製作一個出來 如果你要製作重複的東西 頂多就只是配方不用更換 還是要一直放入素材拿工具製作 剛開始玩的時候啊 我是真的覺得很莫名其妙啦 這遊戲的作業感也真的太重了吧 但就如剛剛的時間要素 步驟的數量啊在遊戲中 也是希望玩家利用猴子來解決問題 時間要素中有提到 猴子可以拿起萬用工具來製作 只要你指定好製作配方 還可以讓猴子自己從箱子裡面拿東西放上去 另外一隻猴子負責製作 變成流水線模式 不過這個流水線中啊 還是有玩家必須要處理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指定物品 畢竟還是猴子啦 他們不會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你必須先安排好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正常啊 但這樣的流程就會出現卡頓 例如你要製作一個斧頭 裡面需要一個木棒 但你沒有木棒 猴子就不會自己做另外一個木棒丟進去 他們只能做現有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有更多的猴子 讓兩隻猴子做基本素材 兩隻猴子做成品 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流水線作業 那第二個需要玩家做的事情就有趣了 這個步驟的增加是因為多了萬用工具 但是工具會壞啊 我原本以為我先做好工具放到箱子裡面就好 但工具壞了 猴子是不會自己去拿的 我們必須自己送工具給他們 也就是說啊 如果我們真的設計好了流水線作業 很有可能你出去冒險回來 他們都在發呆了 因為工具壞光了 就像剛剛的時間啊 並沒有因為猴子出現 讓你真的不用一直等一樣 這個猴子幫你做 也沒有真的因為猴子出現讓你不用做事 事情的量我們先不論 但至少投入的時間依然是相同的 生存遊戲啊當然不可能只有製造啦 採集與戰鬥都相當的重要 戰鬥我有太多想說的啦 我放在最後再說 先說採集 這款遊戲的採集速度啊 我覺得不算太慢 素材的種類也不算是多到不行 但是相較於消耗量來說 採集的量是比較少的 局面來說啊 又是創世神 你砍好樹之後 你可以先把樹幹分解 之後用分解出來的木材做很多東西 即使一棵樹你只有收集到四個樹幹 也都可以做不少事情了 但這款遊戲的原生素材實用量很大 而且並沒有意義上的分解的步驟 頂多是直接把樹幹變成木棒等等 樹幹本身終究還是通用工具 我在玩的時候啊 明明前期已經採集了很多木頭 但很快還是遇到木頭不夠的狀況 好啦猴子又要出來啦 這款遊戲就是被猴子細耍 你可以安排猴子去幫你採集 只要教會他們砍樹 他們就會砍樹 砍草他們就會砍草 挖礦他們就會挖礦 就跟我一句話一句話講一樣 他們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而且還是有範圍的做 假設我今天教會了一隻猴子砍樹 他就只會砍樹 旁邊的草不干他的事耶 偶爾不小心一起砍到啊 那算你賺到啦 而且他會以你教他的位置為中心點 只會往這個中心點以外一定的距離內採集 採集完了就發呆 而且啊只負責砍不負責撿喔 所以你需要再教另外一隻猴子負責撿東西 才可以在採集上有流水線流程 啊採集有沒有範圍?當然有 所以記得兩隻猴子的中心點設計的近一點 不然採集的猴子很快就開始偷懶了 不過啊設計完流程之後好像沒有問題了 一個砍一個送多棒啊 我原本也是這樣想啦 但實際上猴子能夠送的距離是有限的 但你總不可能都是在基地附近採集吧 如果你到遠點的地方採集 太遠的話就沒有辦法順利把素材送回家 必須在附近放一個箱子給他們收集 你可以選擇一段時間之後自己去把箱子帶回來 或是派出更多的猴子 用接力的方式把素材送回家 聽起來接力好像不錯對吧 自己可以輕鬆一點去做別的事情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了喔 採集是有範圍的 工具是會壞掉的 所以你必須跑去指揮他到新的範圍 還要幫他換上新的工具 工具壞掉的猴子也不會走回中心點 在哪裡壞掉就在哪裡發呆 真的是欠開除欸 如果你一次安排了6隻猴子在採集 家裡又有製作的流水線作業流程 那這款遊戲就不是生存遊戲了 是兼工與外送遊戲啦 確認他們做的對不對 素材夠不夠 要不要換東西做 送工具給遠方的猴子 安排新的採集地點 然後在你都不知道自己玩了什麼的狀況之下 頭幾個小時就這樣過去了 有時候玩到後面啊 我都會忘記自己一開始到底要幹嘛了 好啦終於要講戰鬥了 我這邊就直接連猴子一起講了啦 反正每次有問題的都是猴子 這款遊戲的武器啊 有分成近戰跟遠距離 不管是哪一種都可以給猴子拿 遇到敵人啊 猴子的戰鬥AI也還不錯 這是我玩下來覺得猴子做得最好的地方 那為什麼我說戰鬥有很多地方要講 這就要來說說我慘痛的經歷了 這款遊戲啊 可能因為知道玩家可以用猴子作戰 所以很多地方的敵人安排上算是多的 它還會有敵人偷襲基地的狀況發生 這種時候照道理說 我們的猴子蜂擁而上就贏了啊 但是當敵人來的時候 我所有的猴子依然做著他們原本在做的事情 沒錯啦 他們只會做你要求他們的事情而已 完全沒有自我防禦機能耶 你必須要教會他們戰鬥 讓他們進入備戰狀態 他們才會攻擊 好喔問題來了 當你遇到敵人的時候 你要怎麼有辦法好好的交這些猴子攻擊 你跑都來不及了啊 所以就變成啊 你需要安排固定式戰鬥狀態的猴子跟著你 看起來這樣似乎搞定了 但是當你的猴子被打暈或是幹嘛的 很有可能就會從備戰狀態中解除 你就必須要再次教他戰鬥 他才會進入備戰狀態 這邊各位有了解一件事情嗎 從剛剛到現在 不論做什麼事情 即使你教會他們做了 等到你希望他們再做一樣事情的時候 都必須重新交一次 例如沒樹砍了 你要讓他撿東西 你必須教他怎麼撿 撿完之後啊 要叫他砍 又要再交一次砍樹 系統設計上啊 就已經希望玩家讓猴子做事了 因為設計的很複雜 繁瑣 但卻又讓控制猴子本身也很繁瑣 那我只是從一件繁瑣的事情 改變成另外一件繁瑣的事情而已啊 猴子的出現並沒有讓遊戲變輕鬆 大量的猴子要安排啊 還有可能會讓遊戲變得更複雜 這就是為什麼這款遊戲很勸退的原因了 如果我開這款遊戲直播的時候啊 都有跟到的觀眾 應該有發現 我在白天多開了兩次這款遊戲 而且一路玩的心情啊都有變化 從一開始覺得這款遊戲讓人玩到很崩潰 到第二次好像覺得有點東西喔 到第三次好像有點好玩 我的心情確實有點變化 在製作方面啊 時間的問題確實無奈 但流程的繁瑣與工具的損耗 其實都讓玩家在遊戲中需要做點事情 而做的事情也導致我們必須做出選擇 是現在就出發探險 還是先準備好足夠的物資 如果猴子真的能夠做到一條龍 那我們要玩的部分啊 就不是生存了 是冒險 它這樣的設計也讓生存的部分 被適當的保留了下來 之所以要做出選擇啊 是因為遊戲中還有其他的要素 地下城、神秘商人、島嶼探索等等 不過我會覺得 如果你受不了遊戲的操作 這些系統並不會給這款遊戲加分 但如果操作你覺得沒有問題 那麼這些系統也理所當然的 會讓你對這款遊戲有更好的印象 前面三個要素啊 主要是這款遊戲的冒險部分 地下城是以戰鬥為主的挑戰 並且可以獲得一些稀有的道具 神秘商人啊會有一些任務 還可以購買稀少的道具 但它很神秘位置並不固定 遊戲中的地圖啊 是用一座一座的小島分開的 每個島上也都會有不同的東西 透過搭上木筏探索島嶼 也讓這款遊戲的冒險要素十足 所以不論是要利用猴子先來大量生產 還是你要帶著猴子出島冒險 這款遊戲還是有它的樂趣存在 前提是你能接受它的控制系統 雖然說這款遊戲有猴子的等級系統 但是猴子的等級提升 並沒有讓我感覺到我的操作有變簡單 我該做的事情沒有改變 更會砍樹並不表示它自己會拿工具去砍樹了 所以這也是我到現在最無感的一個系統 玩到後面其實會發現 太拘泥於特定形式很容易感到厭煩喔 例如堅持猴子流水線 導致沒有足夠的猴子能夠探險或是採集 我到後面都是直接帶著整批的猴子 全部都去採集,全部都在製作,全部都在戰鬥 這樣的模式反而讓自己更像是在生存於冒險 雖然控制猴子本身依然繁瑣到讓我很想把製作人抓來訪問 也希望真的能夠有點修正 但如果你有足夠的耐心 這款遊戲也不至於到那麼爛 前提是你有耐心 除此之外這款遊戲真的還是有一些BUG 死掉之後在床上起不來只能獨擋 或是要製作東西結果卡住不能製作等等 這些就只能期待後續會修正了 雖然遊戲有不少值得抱怨的地方 但也是少數我抱怨完之後還是會拿出來玩的遊戲 我在寫稿的時候還在想等等要不要再去弄點什麼 或許是因為我已經接受了它的不好 開始慢慢尋找它的好 才讓我有現在的感受 我始終認為啦 喜歡一款遊戲或是一個產品 不是只看它的優點 而是要接受它的缺點 但那些無法接受的部分 真心期待它們能夠做出更新 這款遊戲除了遊玩感受上 還有一點讓我想拿出來跟大家討論 遊戲中加入了不少真實的要素 例如時間跟工具 畢竟要是步驟簡單又沒有等待時間 猴子似乎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多了猴子也會讓遊戲變得很單調 但是這樣的真實為什麼讓玩家感到厭煩 同樣有很多遊戲在追求真實 又為什麼被玩家吹捧 甚至成為神作 我們想要的真的是真實嗎? 以我自己的感覺來說 遊戲這個東西啊 帶給我的感受是輕鬆與快樂 所以如果加入的真實要素作業感太重 那就只會讓玩家感到厭煩 我們可以看看曠野之息啦 它同樣有很多真實的部分喔 野火會燎原 火會有上升氣流 可以推動樹幹與石頭 打火時可以點火等等 但是在一些明顯會讓遊戲作業感變重的地方 遊戲卻選擇了不真實 例如煮飯直接丟素材就開始煮 或是放在野外的馬可以被召喚回來 或許玩家渴望的真實是感受上的真實 而不是步驟上的真實 這也是這款遊戲 島嶼生存者 明明真實卻被玩家抱怨的原因 在真實的同時 我們在體驗的 終究還是遊戲 而不是人生啊 我不曉得有多少人有買這款遊戲啦 我到現在還沒有嘗試過多人連線 所以如果有買的 歡迎留言跟我說 我想要嘗試看看 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有一個Discord群組 都可以加入一起遊玩喔 最後不曉得大家會不會喜歡這款遊戲 都歡迎留言分享你的觀點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們下集片 我們下集片 為甚麼